雷瑟夫先生 我今天來 是想來看看那本畫冊 就是你以前給我看過的 上面有機器製布局的那本 你來得太巧了 再晚來兩天我就離開了 你要走了 是的 我的人氣一滿 我要回家了 那你還回來嗎 這 就要看商敵的安排了 我去看商敵的 過來過來 來 這裡 這裡 是 是這一本 這一本畫冊就送給你了 謝謝 這後面 還有這麼多工廠 這是 這個是發電廠 有了這個工廠 每家每戶 就能用上電燈了 就像這個一樣 這是鋼鐵廠 它可以造船 大炮 鋼鐵製品 還有這個 你看 這是造船廠 你們國家有這麼多工廠 難怪這麼強大 其實現在 的確是很強大 但是會變的 這只是暫時的 你們也只是暫時的沉睡 我越了解 你們偉大的 溫暖歷史 越是這樣 我就越覺得 你們總有一天 會強大起來 你的意思是 我們以後 也會有很多很多 這樣的工廠 我的意思是 你們還會為世界 創造出很多很多的財富 我會不會有很多 真希望 這一天能早日到來 我能 再問你多要一樣東西嗎 夫人 你想要什麼都可以 出了我的電燈 能把他送給我嗎 他是你的了 給我 我一直想讓我的夫君 來看看這幅地圖 只可惜還沒來得及 他就已經去世了 我給你的藥水沒有用嗎 不 你的藥水非常神奇 好幾次他昏迷 都是這藥水 把他給喚醒的 那他為何因您早逝 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那你知道是什麼毒 皮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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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地灌身的 貓 送他 你們 買ioxój 並不如滲 切瘋上 不 不对的 什么不对 在西洋 皮霜叫做三氧化二身 我知道 皮霜中毒会死于呼吸衰竭 她绝对不会口鼻流血 如果你丈夫是口鼻流血 那么 就明显是 胃肠道受伤的症状 所以我断定 她绝对不是因为被人下了皮霜 而导致死亡 你终于承认 是你杀了我们的皮 是我在金刚里面加的红线时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会错杀了我们的皮哥哥呀 少爷死之前 在哪儿吃得烦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应酬 是在杨柳居 是在杨柳居 他和谁在一起吃 龙生河的杜老板 不是胡永梅 皮霜中毒 绝不会口鼻流血 你确认 纯教师约瑟夫和梁大夫 都证实了这一点 那现在只有一个推断 吴平在吃下那几口金高前 就已经中毒 你怀疑是杜明李 只有他 那会不会是沈佳人下毒 那会不会是沈佳人下毒 自从吴平被打后 吴家东远防卫森严 平时外出 都有保镖随身护卫 沈佳应该没有机会下舍 而且此事我也问过沈仙怡 她承认重伤无品的是她 但她绝对没有下毒 你相信她 我相信 她杜明李沙无品 她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得问她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换成以前的我 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她面前 哪怕和她同归于尽 要做个了断 但现在我有了怀仙 我必须得学会养精蓄锐 报仇 十年不晚